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百变大咖秀的第一次 就是百变大咖秀第一次看到你人的样子 也不是人了 就是正常的娜娜的样子出现对不对 对啊 我刚才在化妆间化完妆以后 然后我就准备上场了 和老说 你化完了吗 我说我化完了 你今天就这样吗 是的 欢迎各位来到 我们越来越好玩的百变大咖秀 那今天呢 在我们第一季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隆重地举办 持智姿来筹办了这一次的 首届无敌百变大咖颁奖晚会 对了 今天我们要颁出的奖项 真的是匪夷所思 每一项都让我们所有参加过 百变大咖秀的嘉宾想得又有点不好得 这也吸引了全世界各国人民来到这里 他们有马兰波 马兰波和马兰波 给了 给了 好 到底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 会有哪十个匪夷所思的另类的奖项呢 来 各位请看 历时两个多月 前后共持一期百变大咖秀第一季 终于完美收官 在这个充满惊喜和奇迹的舞台上 我们的明星们 以不凡的才华和敬意的态度 挑战自己从未尝试过的表演领域 他们或动感活力或华丽大气 也或风趣搞怪 每一次表演 都给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奇事丁震撼 今天我们将在此颁出 无敌百变大咖奖十大奖项 对他们的成绩和表现予以肯定 这十大奖项分别是 最佳亮眼奖 最逆天表演奖 最惊悚剧情奖 最面目全非奖 最舞雷轰顶奖 最肠子会青奖 最专业酱油奖 绝对大咖奖 以及最具魅力女主角 和最闷男主角 哇 哇 这些奖项你觉得 你有信心拿哪几个 说实在 凡是颁奖典礼 如果我参加 我的奖项我都想拿 就你有份的你都想拿 都想拿 对 你觉得最魅力女主角有可能吗 最魅力女主角啊 我觉得有点难 为什么 因为我在大咖秀这个舞台上面 扮演的基本上都不是正常的人 你有可能以技工的形象 拿到最魅力男主角吗 我觉得可以拿到最man 最脏 最先男主角 好 我们来首先看第一个奖 第一个奖叫做最佳亮眼奖 那说实话呢 这个我们百病大咖秀的节目 在网络上 得到了很多的评论 是的 点击率超高的 有的时候是逆天的节目 有的人是说这个就是 不科学的节目 但是最多的一个评论就是说 这个节目亮瞎你的眼 是真的 每一个出来都让你匪夷所思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 有这种明星来模仿 所以在刚刚开始第一期的时候 我们也不太弄得清楚 这个节目到底要做什么 到现在第一期过去之后 说实话 越来越不清楚了 我们也没有当中 因为最佳亮眼奖的有 你看大咖秀 落在这地球上 我的誓言只让你没有打 一起来回顾他们的精彩表演 一起来回顾他们的精彩表演 应该让你感动 应该让你感动 我在你身旁 十字花开一片天空 不准你能力 替你抚平寂寞 我 写那段重量 长天意告诉我 大咖秀 陪着你走 风在带又怎样 你忧了我 竹子小夜迷路放下 陪你去看大咖秀 我落在这地球上 请你模仿希望的挣扎 让你相信 俘虏只肯为你勇敢 你会看见 百变的所在 大咖秀 跟着我走 风在带又怎样 你忧了我 你忧了我 竹子小夜迷路放下 陪你去看大咖秀 落在这地球上 请你模仿希望的挣扎 请你相信 俘虏只肯为你勇敢 你会看见 百变的所在 你会看见 百变的所在 本人叫什么名字 他本人叫武则 武则天 武则天 我姓武 我 能够 只有你没有他 不要相信我的情谊并不假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让我牵挂 我的心里只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谊并不假 我的眼睛为了你看 我的眉毛为了女王 从来不是为了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谊并不假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从来不是为了他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 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 是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 对着你把心来往 对着你把心来往 让你看上一个明白 我的心里可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一定要相信我的情谊并不假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从来不是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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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我心里没有他 我心里没有他 佩服死你了 太像 TMD 我爱你 太像 甜蜜的 我爱你 我已经爱上你了 不要 不要 苏兰 其实我爱的是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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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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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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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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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心疼 只心疼 只心疼 也不敢走 一边结束 心疼 只心疼 只心疼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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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宿 要走到最后再清楚 未来 不是否 我的领域 所有人都会再 未来 一球自转一次是一天 我喜欢两个爱你一天 真善美的爱恋 和我的心 永不改变 爱你一万年 爱你禁得起口言 飞越了时间的局限 烙进地狱的平面 静静相恋 爱你一万年 爱你禁得起口言 飞越了时间的局限 爱你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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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岁月是把杀猪刀版F4 那个在网络上转积量 就是点击量特别高 就是我被扣子绷到脸的那一次 对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很像的严程序 还有三个跟鬼一样的 其他F3 你不能说祖兰像鬼 不是 她真的 她的魅力在于她长得一点都不像 但是她用她的眼神就是强迫你 催眉你说 我就是仔仔 她全程穿成那个白色的衬衣 然后 对 坚持这样唱的 还有最可爱的就是阮照祥大哥 对呀 我们说她扮演的朱孝天嘛 她说她扮演的第一个字 但是得奖的 是不是她呢 这个得要专业的老师来点评了 那我们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呢 请到了与百变他刚秀 息息相关的一些专业老师 从他们的角度来给予评判 我们看看最佳亮影奖来给谁 来各位请看 我觉得如果要颁这个最亮瞎演讲的话 我觉得实在太难了 因为我跟他们每一个都充满了感情 印象深刻的 第一个我会讲那个朱子霄 因为她其实她扮的角色都是以帅为主 所以要跟她本人的跳脱 可能这个难度会比较难 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部分是王祖兰 还有就是贾玲取影的坎克 她的整个服装很华丽 然后在妆的线条上面 会比较鲜艳一点 所以她整个造型一出来 就是可以马上很惊艳 如果我觉得真的要颁这个奖的话 我就是给贾玲 最佳亮眼奖得主 贾玲版李宇琛 你没有她 你要想起我的情意并不讲 恭喜 恭喜晓琳 其实那个春春确实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因为本身她造型上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像的感觉 是的 而且她呢其实是带着一个很忐忑的心 她希望能够把春春表现好 但是她确实是做到了 那那个曲颖也是啊 她就整个人唱得忐忑 她也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对对对 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很多费力所思的奖项 在广告之后呢 马上要给您是一个最劲爆的叫做 最逆天表演奖 大课见 我们就是带来看 一下吧 发ip分钟 就可以双ith 放好 撈枉 的人 甜蜜是我的爱 甜蜜的情声就是叫小菜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压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尝盖 我们想要唱就带着唱出来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这满杯就让你留下来 留下来 悠悠的唱着最咸的民族风 是成片天空卫宜的色彩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这满杯就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悠悠的唱着最咸的民族风 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爱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这满杯就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悠悠的唱着最咸的民族风 让世界充满足的云彩 啊 烛碎碎碎沙的 你自己或说 这代性真的和你玩的 夜背最希望 就衽便于 谢谢你 你rosli 没事 我也 painsх了 今天我们就想要 让我觉得特别的惊喜 而且也看到了明星的另外一面 因为通常大家觉得 明星都不愿意去模仿别人 但是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完全完全放下了自己 然后去模仿另外一个人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有些人不是放下了自己 而是找到了另外一个自我 你比如说 比如说圣灵 圣灵 好了 那接下来最逆天表演奖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入围的有 入围最逆天表演奖的有 我们一起来回顾他们的精彩表演 大面袄绘合 二面裤 里面是羊皮 碗碗过热布 哪怕绫下速实附 天然阿杂冷 咱加波拉住 看着避灵非把大树 这就是我说的老子保护 携下为话 歇关旧旧久�ład 黄桂 蜻蜻蜂 收莫的季节快开着这mesan 吴风 吴风灯 山盖洛丽 汉落保守难大陪祖地 祖地是吗 保护都是爹 只要啥就啥到我出街 火啦啦的心呐 火啦啦的情 火啦啦的小辣椒 它透着心里红 火啦啦的眼睛会说话 嘿 火啦啦的小样招人疼 火啦啦的表演成了树条豆 火啦啦的曲老师 请你作品品 杀你个作品 火啦啦的我 是每个曲老师 我得曲条型的 走啊走啊 换哪换 不管是乡村城市 还是哪少丽川南 你穿地是地 地的地是天 走地是让我到 奔地是日子天 千百年穿越前行 换来这春满家园 嘿欸 嘿欸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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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来带路 嗨 你的心情 鲜索 你的脸上 还有微笑吗 人生自古 就有许多愁和苦 请你往哪儿再 少一些烦恼 你的所得 还那样少吗 你的付出 还那样多吗 人生的路 总有一些不平时 请你不用太在意 洒脱一些过得好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让那宽容 围绕在你手边 祝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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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那快乐 围绕在你身边 废玉清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また会自己平安 祝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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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快乐 我很快乐 围绕在你身边 忠祝你 我爱你 劲太退了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 他们在我生命中紧紧的被我开着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他们都老了吧 他们在哪里呀 我们就这样 各自奔天涯 朴树变许危 曾梦想狼剑走天涯 在遗憾时间的繁华 年少的心中有些轻弱 如今已死海为家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 现在都悄然无踪 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 让你送个体验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那我这一期呢 我特别跟大张伟商量 我说大张伟你可不可以学习把自己的气hold住 你能不能不要再把自己的那个个性放在这个表演里面 你要完全抽离 他刚刚做到了 我很感觉 对了 那我做的最新能够唱到这样的清零 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从这个朴树老师变成那个许葳老师嘛 那个抢妆的时候 其实可以变成一个表演 你不用太过太过太过怕去 要赶着换妆 其实你就是从一个比较平静的音乐 变成一个比较爆 比较激情的澎湃的音乐 你就可以把那个头发拆下来 然后又脱衣服 都把那个抢妆的环节都变成一个表演 贯穿在这个表演里面 对 对 那个气氛可能更好 没动 没动 行 下回给您单演 好不好 早已知道爱情 是男是男女 早已知道爱一个人 不该死心塌地 早已不再相信所谓 天长地久的结局 所以我习惯要一个人的鼓起 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重保持清醒 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 不再为谁付出真心 不再为谁付出真心 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 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 我总能告诉自己 我总能告诉自己说 我一点都不在意 我总能告诉自己说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肯肯服补餓 如果能 ul home dress 你的笑容 你的意义都一致 都是我所有的记忆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复复沉沉的在我心里 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 反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反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我觉得祖兰他给我们大家好的表演 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新的期待 然后他都会加一些小创意 比方说这一个石高手 对啊 对不对 他永远可以绝境逢生的感觉 对 我们希望你一直保持这样 给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享受 好不好 好 最逆天 其实我觉得我们百变的舞台上 有非常多的表演都是逆天的 是 因为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表演者呢 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形象 改变自己的声音 甚至改变自己的眼神 是的 你记得有一次就是 我记得我办包工的时候 我们两个抱那个王祖兰出来的时候 对 我们说他模仿的是梁朝伟 我们说绝对不可能啊 是 王祖兰的这个表演啊 担心啊 因为王祖兰要模仿的是 梁朝伟啊 因为就是梁朝伟他首先不是说特别多的那个特点 因为他都在扮演每个人物 他比较含蓄 然后我们就觉得王祖兰跟梁朝伟 虽然他也还是不错挺帅的 但是完全想不到一起 对 而且我想说如果不改变他的脸型 或者是不借助道具的话 他怎么可能完成 没想到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 因为他也入围了嘛 他运用了这个眼神 对 我们看看专业的老师 会不会把最逆天表演奖给王祖兰呢 来 各位请看 那么我觉得呢 沈灵他逆天的部分 他就是把这个孙岳老师模仿得 的确是很温暖 祝蜜蜜啊 那因为呢 沈灵那时候模仿的时候 我们整个摄影棚里面弥漫的就是 大家都是好朋友 突然都觉得大家手都牵在一起了 还是要给小猪猪指消呢 他就赵本山 人家赵老师 德高望重 他就一个年轻小伙子 没味道 还是要给王祖兰 我想一想应该还是要给王祖兰 为什么 你有看过那么矮的梁朝伟吗 你如果要模仿一个人 起码你身高也稍微模仿一下吧 还有 王祖兰 你的鼻子这么大 梁朝伟什么时候一个鼻子这么大 好了 就王祖兰了 最逆天表演奖的一种 王祖兰版梁朝伟 果然就是祖兰 哇 祖兰 祖兰 没人祖兰你 就开始了 王祖兰真的通过百变大咖秀第一季 已经成为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 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 而且这一次他的梁朝伟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也没有接触任何的道具 甚至在化妆上也没有什么太多夸张的地方 是 他运用的眼神 然后胡叉还有那个 表情 无间道里面的那种感觉 对 非常非常逆天的一个表演 很精彩 那广告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另类奖项呢 我们待会见 我们待会见 要多多恋你们 我们待会见 你们要多多恋 我们待会见 这个情消息 クル 和你一起 穿过落落无地的回忆 是年前的我 还只是情绪 谁知现在我 行为那么多 走背红弹我 理想永不灭 因为我就是打卡 我就是翻页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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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ik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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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ike baby baby Oh like baby baby Oh like 冷�аль自己为自己 Craz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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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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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 耶耶 耶 耶耶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百变大咖秀 今天是我们的颁奖晚会 欢迎来到颁奖礼 那其实呢 接下来这个奖项叫做 最惊悚剧情奖 我觉得各个出来都是惊悚的 你记得第一次 鸭蛋出来学的韩红吗 我记得 可是我觉得鸭蛋 学韩红的惊悚程度 没有鸭蛋学那个 等一下 那个我知道 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 我说的还不是500 那个记那个羊肚毛巾 那个那个阿宝 阿宝是那个学的 是那个贾莲学的 鸭蛋学的那个500吗 贾莲学的阿宝 对对对 阿宝 这是今天这一季最惊悚的剧情 因为我们想半年想了一个小时 因为主持人老了 主持人老了 好 这个最惊悚剧情 到底入围的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入围最惊悚剧情讲的有 等一下 这一季最惊悚剧情 这一季最惊悚剧情 其实是个催人 谁是小小便孩呢 你说谁是小便孩呢 说你呢 没大没想 我告诉你 我是个官二代 一起来回顾她们的精彩表演 女士们先生们有请杰克船长 大家好我就是杰克船长 掌声在哪里 大胆破红 大胆妖孽 既敢扮我杰克船长 我才是杰克船长 你给我滚出去 你只用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跳海 第二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屎 我选第二个 可是我没有屎 你假扮我 你才假扮我 我才是真正的杰克船长 不信谁船们 相不相信我 好 那你告诉我 杰克船长有什么特点 杰克船长最大的特点就是 去到任何一个国家 都要跟当地人打招呼 所以他会多国语言 比如说 英文 法文 日文 还有法语 你会吗 他不会 他是假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杰克船长 其实是个死船人 会讲死船话 你不会讲死船话 你就不是杰克船长 我来 我好想怕去脏话 错了 我才是杰克船长 你是假冒的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实 杰克船长 他是个男的 没错 没错 我就是个男的 还有 最重要的是 杰克船长的主题歌 你会吗 不要胡说八道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不是杰克船长之歌 杰克船长之歌 是这一首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 算什么 他敢来 不要问 为什么 我错了 这才是真正的杰克船长 但是杰克船长 他也是回收死材话的 牛蛋啊 多江啊 花啊 木枯长 下来啦 下来啦 不是有风火轮哪都能到吗 我们掌声有请风火轮下来 哇 你说谁叫小便孩呢 你说谁是小便孩呢 说你呢 没大没小 我告诉你我是个官二代 我爸爸在天庭担任要职 他是 我爸是李静 李静 那有什么事找你好实吧 当然好实啊 你在天上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了 手机信号不好你管不管 不管 找电话公司 航空管制你管不管 不管找航空公司 地上有事你管不管 不管 我请问老师您有穿湿袜还是穿裤袜 怎么那个脚白成这个样子 是这样的 是 开始穿了一条肉裤 何老师嫌那个肉裤显得皮松 因为那条裤子穿出来之后跟手的效果差不多 远看特别吓人像腿那个皮都松的 后来何老师换了一个光滑的丝袜 哦 没有因为 你是有史以来一个穿丝袜上节目的男主持 我试过不穿丝袜 非常没有安全感 哦 因为我里面是条超短裙 哎 哎 我跟你讲 哎 我在我家里发现一条一模一样颜色的感觉 哎 哎 哎 我的天啊 哎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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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婆 猫儿婆 身上的夹裟婆 你笑我 他笑我 一把伞儿婆 哈哈 南无米托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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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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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哎 哎 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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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浩劫 来向前 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别以为我们看出来 仗着有胡子 没有一个字对上嘴的 大家好 我是血包正 又叫包二黑 别名包二黑 包二黑用英文怎么说 Bow to black Bow back Back to blac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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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路美金 三月天亮 春雨不久 六月天 有人请你来相会 不愿对脸色蓝天 春雨练秀的疼憾度 各位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白素贞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因为每到暑假的时候 我就会跟大家见面 谢谢 这里面有黑幕 我俩的专场 或者说是你的个人秀 不是啊 如果说这个不是说惊悚来形容 我看到这个我会更开心一些啊 怎么叫惊悚呢 应该是才华 我觉得在深夜给了大家无限的温暖和开心啊 主要是在深夜啊 怎么叫惊悚呢 这件事情就两说了 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吧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 我会投给季工 因为就是那天录的时候也很晚了 突然在深夜里 我看到你就是带着你那鸟巢的帽子 从我的角度跟尤本昌老师一模一样 我在那个化妆间画完季工以后 何老师看上我说 好丑啊 真的 因为就完全没有化妆 没有妆 弄了一个很黑的颜色 然后把眉毛拉到这儿 然后再画上一些那个污垢在脸上 对啊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很温暖 好 因为好多小朋友看完以后 都很喜欢季工呢 唤起我们的回忆是不是 对对对 那到底是哪一个片段 可以拿到最后的最惊悚表演奖呢 来 各位请看 是何炯哥哥模仿的哪渣 我觉得是娜姐 为什么呢 第一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何炯哥哥这么高过 娜姐其实是在这几期里面牺牲算最大的 在我认为啊 谢娜 演谁都能把那个人啊 给演疯了 何炯哥哥站在舞台上那种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希望他带领我们大咖秀 继续顶天立地的走下去 对最佳惊悚剧情讲 我们还调查了网友们的意见 网友们纷纷吐槽 当何老师的哪渣 和娜娜的花木兰一起出来时 那才是惊悚的巅峰啊 何哪渣 你这不是闹海 你是要闹哪样啊 所以我们最惊悚剧情讲究是 何老师大战花木兰 说你呢 没大没小 我告诉你 我是个官二代 恭喜您了 哦 恭喜您了 谢谢 我觉得这个奖是因为你而得的 我觉得说实在的 花木兰不算是我表演中的一个高峰 但是哪吒是整个晚会的高峰 你与其说哪吒 不如说哪吒的丝旺 但是我觉得那个造型 真的是你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觉得季工可能是你会后悔的事情 哪吒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再提起 你说实在我没有后悔季工 那我也不后悔哪吒 我们做过的事情就不后悔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为了大家的快乐而努力 是不是啊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颁奖礼啊 开心 就哄自己开心吧 那今天在广告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奖项 大家知道摆辫最重要的是辫字 那造型方面的这个面目全非奖 会落到谁的手里呢 我们广告之后给您揭晓待会儿见